水又停水 原本说星期天上午就会覆水 结果又说最慢会延误到9号 也就是星期一的凌晨 有超过33万户受到影响 最长停水时间超过40个小时 市长张善政也说无法接受 将协助受灾的居民 向自来水公司申请赔偿 工作人员不停抢修 尽管天色已暗 但完全不敢休息 这里是桃园沈东滩区 三坑自来水抽水站 7号报馆 全市33.5万多户 已经停水一天以上 我们有一个水塔 有一个水塔 那已经没有水 在停水 所以我们早上今天的前置作业 都很麻烦 停水 然后来这边洗东西 用东西 整体客人还是有减少 现在这个状况的话 我们应该是有这个 五成左右的 但是到晚上的时候的话 慢慢的会增加到 恢复到原有的水压状况 自来水公司搬来临时水塔 让民众接水应急 原本预计7号晚间陆续修复 但后来改为8号早上 结果现在又要延到9号凌晨 当地网友忍不住开骂 这些人是不是太爽了 昨天停水不敢洗澡 结果今天还是停水 连桃园市长张善政也看不下去 可是跟原来估计的时间会有落差 台水第二区处表示 抢修作业比预定延后 为了减少用户不便 已经准备好水车 可以机动资源提供用户取水 记者刘志展桃园报道